不过他有提到说 政府现在的打诈国家队 办公室主任叫做李宪明 他本身是一个工程背景 那根本找错人了 是一个大外行 难怪打诈国家队 吃吃看不到效果吗 杨明哥 我觉得这个跟找谁 没有关系啦 因为不管找谁 这个打诈国家队都不会有效的 为什么 因为诈骗集团 如果我们这个国家 任何一个政府 有办法消灭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早就在20年前就消灭 不会拖到现在 我记得我印象中 这个我在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是诈骗集团最猖獗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为什么因为手机开始普及了 然后呢 这个电话的诈骗 手机的诈骗 那时候网路还没有那么的明显 慢慢的 这个扩及到不同的领域去 那诈骗集团变成台湾一个输出 我们是 我们台湾是诈骗集团输出国 很多的技术是由台湾 这个到东南亚 到中国大陆 到很多的地方 都是我们台湾人去指导 去输出这个技术 如果当年的这些政府 其实包括 我相信啦 这个侯友宜市长 他过去在警政署长任内 他相信 我相信他也对诈骗的问题 是有过一些研究的 但是问题就来了 比如说他讲了 他最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 会讲一个 他自己的经历 他说这个机车烙码 以前机车 我自己是机车主 这个我很有感 这个我是有感的 就是机车的零件烙码之后 机车的失窃率就大幅降低 因为等于是每一台机车 每一个零件 比如说重要的零件引擎 这个是什么 它的机壳 等等的外面 它都会 烙上它的这个什么 一个机车的这个号码 那每一台车都有 他专属的号码的时候 当今天零件消失 去破获一个这个张车集团 你就可以发现 这是哪一台车来的 哪一车来的 就比较容易去追踪 所以当初有这个机车烙码 这个政策上路的时候 对于很多的机车族 确实是降低了 他车子失窃的机会 这个就是确实是侯友宜 他当时在警政署长任内的一个功劳 这个不能否定 这个他常常也在讲 那我觉得这也是有效的 这是有效的 可是在诈骗 诈骗集团的防治这个方面 目前我必须要讲 目前真的没有一个政府 没有一任政府 真正能解决 关键在于 因为诈骗集团是与时俱进的 而我们的警方常常 比如说你看 你不会想到 这一波从去年的柬埔寨到现在 开始诈骗集团 居然他的合伙人是警察 合伙人是银行的这个经理 行员都可以收买 你很难想象 那以前都觉得诈骗集团就是躲在小房间里面打电话 然后另外一群人去当车手领钱 对就机房跟车手 对以前都以为就是这样的概念 没有现在哇他们分层负责好多好多层 还有这个这个到外面还可以去做这个把这个人口贩运的 他们已经把很多样化全部把他多样化的犯罪模式变成一个 里面可能还包括毒品 为什么因为他们用毒品来控制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租载 所以他变成一个很复杂的议题的时候 要有这个确实如果以侯友宜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他几十年的办案经验 也许也许他能够理解说打诈骗要怎么打 但绝对不是像唐凤 绝对不是像什么现在的述发部 或者是现在很多 你看像这一次很多状况就在于说 很多的基层检察官 办案的检察官发现有一些这个问题 像NCC像这个述发部去反映 他们这些官员完全不理 其实第一线在办案都会发现很多办案的样态 我举个例子 他们之前就有讲到一个 那个越来越多的账户 因为现在是人头账户 那我们的人头账户 这个这个如果你一个账户 现在诈骗集团用非常高价收买 以前是三万五万 现在一个账户可以卖到四十万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只要掌握越多的人头账户 我就能A我就能骗越多的钱 那你有没有办法去防堵人头账户的这种流窜 比如说他们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大量的把这个歪脑筋 放在我们的移工身上 现在你知道吗 车手是移工 去年我收到一个这个 这个陈琴信 有一个民众就说 他们家的这个外拥 这个常常会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见了 然后问他说他说他去超商 他去超商领钱 然后呢 他说每次领钱 他可以赚一千块 类似这样的模式 就他变成 你知道如果这些移工是车手被抓到 就遣送回国而已 诈骗集团根本没 根本不痛不痒 这是一种模式 那另外一个就是移工 比如说工作假设一年多 他比如当车手 平常打工当车手 当他起满他要回国的时候 把他在台湾的账户 卖给诈骗集团一次四十万一次买断 然后呢 这个诈骗集团 他就可以拿这个账户 一直用 然后这时候再搭配跟银行行员 跟这个警戒的这个互动 他一个账户就给他们赚好几千万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检察官发现 有这样现象的时候 我们主折的人 打炸国家队 已经成立好几%了 1.0 2.0 什么2.5 不管到现在才发现 那就是有问题嘛 所以今天我们的政府 真正的问题就是 他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那侯友宜如果能够去强化他自己 对我觉得那个 不管是不是前面讲的什么 你是不是平民总统 或什么你是神探 因为又讲你是神探 又说你是平民 这我不知道 到底你要当哪一个人设 可是重要的就是 你要选总统 就是帮人民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昨天我们去 这个历史各直播 突然大家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侯友宜曾经承诺 7月要提出 对我们正要讲 就是他那时候 这其实是5月30 那一路到6月初 他都一直有跟大家承诺 他7月会提一个 他能源政策 比较完整的论述 他一直离开了 对对对 所以7月已经到下旬了 你的能源完整论述在哪里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们的电差点出大包 我们的中部的天然气供气站 就是有这个设备故障 导致我们的天然气供应出了问题 大潭电厂没有办法 那个燃气的部分没有办法发电 所以昨天有大量 在深夜有大量的缺口 是靠紧急把这个水利 把抽续 把其他的备用的用电 通通把它动起来 那这样的事情 如果幸好是发生在夜间 那个用电需求相对低的时候 如果今天发生在白天的话 我们讲我们可能 昨天又是一个全国大停电的状况 可是政府都会跟你讲 这不是缺电 这是供电事故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 就是要把人民 现在面临的困境问题 一个一个提出来 当你党内的团结达到之后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你才能够角逐所谓的 在野共主的那一个名号 当你党内对你有信心 大家对你提出的方案 觉得你是真的会做事情的人 我觉得慢慢那个 那个所谓你才有办法往 所谓的民调才有可能会往上升 但是老实说现阶段 我都 我不是唱水 这个游奢路简难 游奢路简难 游奢路奢益 就是你民调要下来很容易 可是你民调要往上爬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你的包袱很重 你现在的包袱 你光是背一个 就是什么 我那个讲的很难听 那个绿营的名嘴说 侯友宜是什么 连 里面没有装草的草包 哇塞 他这句话是非常凶狠 如果说像这种迷音 这种草包化的 这种形象标签已经贴在你侯友宜身上之后 你要把它撕掉 要花很大的功夫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现阶段碰到 这真的是内忧外患 但是你还是得要把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或者说你的优势把它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是重点 那点出一个很重要的 点出现在执政党的问题 监督执政者 你要记得不要只讲自己会做事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当在野党的共主 你是要监督执政党 就这样 没错 严教授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就是因为现在正逢暑假 本来大家就在预期今年到底会不会缺电 会不会大停电 那所以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中间选民 或是他可能略显失望的选民 还在等就是想听真正的牛肉嘛 所以我不知道 侯友宜目前7月只剩最后一个礼拜可以想了 在这段期间内他卡住的点是什么 是跟过去的他要如何去做一些更完整的论述吗 还是什么 还是必须要端出一个让各方面各族群都能够满意的答案 我觉得当然就是现在就现阶段 就是刚才这个杨敏有提到 侯友宜的强项其实就是这个治安方面的东西 包括这个打击黑金 包括这个诈骗 我觉得这个都是他可以去强的 但是你今天真的是要选总统的时候 你不能就是比较这个我们讲说局限于在你过去 可能你的工作上面比较接近的东西 你要做一个全民的总统 你要关心的议题是全面的 包括两岸包括经济包括长照包括教育各种方面 那今天当然能源到了暑假每年到暑假大家都会关心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来提是最好 那就是你今天一定要能够很有效的掌握 我们过去这个能源这个政策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举例来说我真的要讲 我今天到台南去我看到了这么多的光电的这个太阳能板 我后来我就只想到一样事情 就是太阳能板门槛很低 一般的小吃店也可以做 而且还可以分到政府的补助 如果我们今天是用核电 大概没什么人可以做了 就那块饼大家都分不到了 这就是民进党我现在是认为说他不要核电的原因 因为核电大概只有台电能够来做 其他的一般的什么都没有办法分到了 可是你一提到这种太阳能板 而且还政府还有补助的时候 哇大家都进来了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都可以分到一些利益 所以我觉得你要把这个能源跟这种政治利益 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说我们的能源政策不健全是因为有太多的利益在里头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侯友也要出来把它讲清楚 那其他的议题也是一样 就是包括长照的议题什么这些 你一定要把这个政府现在的这个政策 跟他在照顾他的条拉卡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要分得很轻 就说我今天上来 我可以让我们的政府更有效率 不会被这样的就是做一些这种无谓的这种资源的分配 只照顾自己的支持者 然后呢让整个国家的发展扭曲了 我觉得这个是侯友也应该要做的 郭台铭在昨天傍晚的时候po出了这个脸书 那他留下了两个底线两个空格让大家去补 那昨天其实我就看到好多人在转载 好多人在彼此说哇这个他是不是要出手了呢 三个什么胜过一个什么打了一个问号 在这个时间点7月21号的时候po文 你认为他想要强调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真的想要强调什么 但是问题是因为他昨天在发这文的时候 刚好是媒体在传说那个图子燕子汉子要合体的时候 对 所以有人在怀疑啦 他是不是讲说你们这三个臭皮匠 能够胜过一个诸葛亮吗 因为他后面打的是个问号 对 对啊 但是我昨天看到的时候其实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思 可是我认为他应该要给中天版权费 因为辣碗报每天晚上都在用这个啊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照样造句 对叫大家去照句啊 所以你应该要先给辣碗报管全费啊 对不对 因为你在超人家的idea 那当然啦 郭台铭想要参选的这个意图 我觉得已经够明显了吧 没有人会不知道吧 然后昨天他那个所谓的 吴董帮他办的第三场 我看那个谁 张诗刚跟叶元智还跑去看 对 我觉得他们两位也蛮天才 哈哈哈 我昨天才在跟叶元智讲说 那个 有一些韩粉不是在7月23 你就礼拜天不是也要办一个活动吗 然后有要 我说哎 那个 我看他们那个名单上有你耶 一元智你是不是要去 结果一元智说对啊 我说你上次 访问一下苗不苗被人家骂到臭头 你现在还要再去这种地方 你不怕会出事吗 他说应该不会吧 我刚看他回啦 他就说国民党不要搞得像太平天国 彼此内耗 然后说不担心党纪处分 因为没有规定说不能跟他接触 没有本来就没有规定啊 其实他去也没有什么党纪可以处分他 因为郭台铭现在也没有说他要参选啊 对不对 而且就算他要参选你下去听 又不是支持他 这是两回事啊 可是问题是我 我觉得一点人吃脑袋的脸 这个叫是非之地懂吗 你也许不是去支持他 也许你只是想去听听看他讲什么 你可以在家看直播 为什么一定要去现场看呢 你不是自己把自己找麻烦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 原汁有一些判断力是蛮奇特的 我个人是觉得很诡异啊 那不管怎么样 郭台铭就是想选 他就是想选 可是问题是 以目前的所有民调来看 就是如果是四咖 那郭董几乎都是吊车尾 就我有看过某一个民调 他好像有赢过猴友宜啊 但是也就赢个零点几而已啊 也没什么意义啊 也就是四咖的话 猴郭出来只是确保 赖清德会当选而已 就是这样 那如果是三咖的话 好就算你把猴换掉好了 郭看起来也不会赢啊 也是一样啊 如果是三咖的话 郭上去我看 跟猴目前的支持度也差不了多少 还有好不到哪里去啊 所以我是不懂郭内部 也许他自己做的内部民调是显示他 我帮他第一名 但是我必须禁告郭董 假设你在你内部真的看到这样的民调 那那个人一定是骗你 我跟你保证他一定是骗你 这个人是要诱你上当的 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人 因为目前的局势来看 郭台铭就算出来他也选不赢赖清德 不要说赖清德他连柯文哲都赢不了 而以目前的态势来看 柯文哲是不可能被你并购 你看起来是没有条件并购他 因为你民调比他低太多嘛 所以我 我是不懂郭台铭到目前为止 他的真实考量是什么 但如果他最后决定要参选 这当然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啊 我只能说他参选即落选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